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晚上出了一条消息 那这条消息是非常震撼的 在我看这条消息本身呢 我以为在过去时间里 从美国大选之后 西方左派的主流媒体 助纣为虐 西方左派的左流 这个左派媒体助纣为虐 那一般就讲是主流媒体 对吧 那这里的主流媒体 包括一些传统的媒体 英国的BBC 金融时报 那这个这个泰晤时报 其实都是了 美国就更多了 CNN ABC NBC MSNBC 这个CBS 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台 美国的六大吧 六大开播电视 就开播新闻 那只有福克斯 就叫做 叫做右派 就是保守派 剩下全是超级左派 在超级左派当中呢 有一些更大的 就是AP 美联社 路透社 这是通讯社 那通讯社呢 它的做法就是 更超然一些 所谓具体的一些媒体的概念 它的背景资格就更大 那事无巨细 全球各地呢 都会来报道 以完全以报道为中心 那如果他们偏移左派 就是偏移人性 偏移左派就偏移人性 以利益为基点 以法律为准成 哦 说句难听话 以利益为基点 以法律为准成 这是真的 这真的没有埋在他们 那所以嘲讽的意思就是 法律至上的乱七八糟 很多人以法律至上的说法 在背离坐人的基本道理 背离坐人的基本道理 那这张照片是AP的 美联社的 这是当初 10月7号 这个哈马斯在袭击 以色列南方的时候 所其中的一张照片 就是被攻陷的 就是被烧掉的躺车 大概烧掉了几辆躺车 那其中另外一张照片 比较有名那个 那人站在躺车上 就是摇着那个 巴勒斯坦旗子 那个东西呢 在我个人当时看的 因为很多内容都有嘛 在我个人当时看 我觉得 说句心里话 我个人觉得蛮惊叹的 惊叹的原因就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拍的 就是因为 他进攻者就在面前 对不对 那谁去拍他 拍的东西呢 他是有专业的东西 就是你稍微懂一点 拍照的话 你就知道 哪些东西是专业拍的 哪些东西不是专业拍的 在社交媒体当中 他可以这么用 那么用 这不是问题 但是专业不专业呢 他是受过训练的人 他一出手 他就 就行家 有没有 叫什么 一行家一看就知道 出手不出 上台忘了这句话 你上台就像是驴的是马 你遛一遍 对不对 行家 就是老百姓看热闹 行家看门 看门道 看门道 就是你一出手 行家就知道有没有 照片是这样 只要你一看这照片 大概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就像 我们跟大家分享说 彭丽媛跟习近平出席这个葬礼 那是一个 一看就知道 那是有巨大的破绽 就是 为什么把彭丽媛跟这个陈虹握手那地方给掐断了 这是中央电视台巨大破绽 这是今天习近平最致命的弱点 那这是今天中共当中主政当中最致命的 最就是最麻烦的一点 那一段是揭示了整个他的这个习使中共崩溃的内容 这是这是完全可以能够知道 那类似了所以这张照片是来自于AP的 这就是说他照片怎么来的 核心在这儿 被揭示的新闻也是这个问题 我们跟先跟下面分享这个 这是昨天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了 那原文呢 其实原文是来自于这个 应该是英国的美日电讯 后来美国的美日电讯也登了 就是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旁边那个人叫叫叫叫什么 嘉欣呢 就是我们昨天说的被困在 就是被困在加沙中心地下 单独被控的 他是整个7月10 10月7号的袭击的总指挥 军事上的总指挥 那被以色列这个国防部认为呢 死活都要干掉他 一定就是他跑到天涯海角都要消灭他 是公开这么讲的 那这张照片拍摄的人是当地的记者 当地的这个是美联社的记者 还是路透社记者 那他跟最邪恶的恐怖分子 投的这张照片出现在网络上 出现在媒体当中 那这就被人们质疑 就突然就被包括以色列政府 质疑 这些记者是什么人 这些记者是什么人 而他们来自于大牌 包括CNN 美联社 路透社 纽约时报 都在其中 所以核心就提出了 我们现在提到这个问题 9号 应该今天了 所以这是他昨天夜里有个时差 美联社 CNN 纽约时报 路透记者 在10月7号 发生攻击的时候 却跟现场有着明确的同行跟互动 难道事先得到了这件事情要发生 他们成为了恐怖分子的随军记者 记述了整个残暴 这个东西你要这么来的话 那这个 整个这媒体就崩了 对吧 那他们应该是被关闭 他们应该是被关闭的 而不是一个记者的问题 如果是真的就太狗血了 以色列情报部门太失败了 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一个情报的问题 美联讯讲 美联社四名摄影记者来自加沙 其中这篇文章 就是这个照片就是美联社的 那这是我们看到 我们跟大家分享刚刚出来的 刚刚出来的有关 相应的美国政府 就是以色列政府本身的 来自于部长的声明 就是用了AP这张照片 我们跟大家翻译成中文 可能会 应该是可以 以色列明确指责 为哈马斯服务 这是来自于总理办公室 总理办公室主管 国家通讯系统的官员 将摄影师贴在哈马斯的 作为一种标题 直接标签的 所以 列塔尼亚胡办公室 总理办公室认为 这些记者等同恐怖分子 不能不说 这是一种真真正正的 人类今天 在新闻自由的背景之下的 罪恶衰败跟邪恶 真的可以称其为邪恶 因为你任何一个随军的记者 不可能成为这样 那媒体负责人紧急事件 必须澄清此事 路透 美联 CNN 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 被指控 与哈马斯分子一起 记录了整个事件 那有人质疑 可能与哈马斯的 进行过协议协调 为此来进行真正的 所谓的现场的报道 现在唯一不知道 就是作为随行的记者 是否跟他们的老板相关 就是来自于美联社的老板 CNN的老板 这个纽约时报老板 如果有记者知道此事 在儿童被杀时保持沉默 观看并拍照 那他们跟恐怖分子 没有任何相同的 他们必须遭到严厉的惩罚 这是内塔尼亚湖的办公室 封出来 那我个人的讲法呢 说法呢 看来他们很难逃出去 他们唯一的推脱之词 就会说这是个人的行为 不是报社的行为 这是唯一的 但是这些媒体的这种过往时间 从美国大选的过程中 过往时间的衰败 过往时间的罪恶 那种以法律之名 所透显出来的那种人性的败弱 是有目共睹的 那在我们当时的报道当中 其实很多人不以为然 不认为是这样 但是这件事情就触及到道德最高点 所以我在我眼睛里看到的故事就是 以色列整个战争的故事 是大事件的起始 整个犹太文明的所展现出来 西方文明的衰败 那西方文明的衰败 又恰恰体现在这些记者身上 今天现场记者主播记者 政治新闻的超过了好莱坞的隐形 不知道多少倍 那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卡拉松等这些人 他们的年薪都是几千万 他们的年薪是几千万 你看一看今天的好莱坞的 拍摄的影片的 拍摄电影的人 他是靠一个电影一个电影 对吧 几百万几十万千八百万 仅此如果一个我看了一些有名的 这个拍电影的人 拍了一些电影 他的整个拍摄的费用 才两千万三千万五千万 汤姆汉克斯拍的那个 教宗的驱魔人 整个那个电影投资大概三千万 那汤姆汉克斯这么有名的人 那他如果整个投资三千万 他能拿走多少钱 他拿不走多少钱 四五百万五六百万 我想就这样 因为你其他还有别人呢 你还有整个这个这个工作人员 在拍摄过程中的费用 所以这是这是有目共睹的 那他作为一个主播 可以拿到五千万六千万 有这样 那像CNN的安德森 三千万四千万都有可能的 皮尔斯摩根 在这个Sky News当中 这是有可能 皮尔斯摩根当初十年前 在CNN的时候 他是拿一千七百五十万 当时的卡尔松拿大概两千五百万 所以皮尔斯摩根就不干了 因为他认为我的身份超过安德森 所以这是CNN内部的这种争执 那我跟大家解释的是 你现在看到是整个主流媒体 在这种不仅是衰败 而是助纣为虐的氛围中 这是一个真正时代的标志 那媒体出世就代表着 整个曾经我们看到左派的崩溃 完完全全的崩溃 而崩溃本身是透显了 人类道德的约束 对于对于个体人 在这些主流媒体当中 去完全丧失一尽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